女子站在棋樓 邊滑手機邊等餐點 但下一秒窗戶從天而降 女子痛得摸肩膀 抬頭看才發現被紗窗砸中 更不滿對方闖禍了還態度差 雙方就在路上吵架 鬧到警察都來 我今天被砸到 我自己活乾 完全沒有那種誠意 我不是在跟你勒索這個五百一千 如果你是瘦的傷不止一千 不止一千兩千塊那怎麼辦 那當然更嚴重 教室兇手就是他 大片的紗窗高度至少一百公分 當下砸中王小姐肩膀挫傷 還留下疤痕 是覺得被一個東西打到 但是我沒有想到 那個東西那麼大一個 就是肩膀就超痛 然後現在手就有點舉不太起來 然後麻麻的 他們甚至沒有留我的聯絡方式 事發在六號晚間 台北通話夜市內 陳姓女子換窗戶疏 導致紗窗掉落 被砸中的王小姐 不滿對方消極處理 目前先談和解 後續將不排除提告 就是沒有人來關心我說 妹妹你有沒有怎麼樣 每個人都在幫那個阿姨說 她不是故意的 根據了解 他們那對夫妻 好像是在通話街裡面 經營一間很有名的粉圓店 就可能在這邊有點影響力 遭控的陳姓女子不願回應 只說交由警方處理 夜市內天降紗窗 好在人沒有大礙 否則恐怕不是賠錢就能了事 3D新聞顧遠松林玉君 台北通報道